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晚报 我是今日主播David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8日 澳股盘后,美股盘前 首先是头条药文 澳股微跌0.06% 因科技股和医药股下跌乘压 澳大利亚股市周一回落 因科技股和医疗保健股下跌打压市场 SX200指数下跌0.06%至7452.2点 在科技板块中 Aven下跌3.7%至11澳元 EML Payments下跌3.4%至2.83澳元 Zero下跌4.9%至146.96澳元 Taro Payments下跌3.1%至3.18澳元 由于悉尼机场接受了售购邀约 旅游股强劲上涨 Fly Center上涨5.7%至21.12澳元 Webjet上涨4.8%至6.06澳元 6.60澳元 Quantus上涨4.1%至5.85澳元 悉尼机场上涨2.8%至8.46澳元 下面我们来看SX200涨跌幅榜情况 首先是涨幅榜第一名RSG 是黄金摊摊商 本日涨幅为7.41% 第二名同样是黄金生产商 WGX上涨6.39% 第三名是旅行集团 Fly Center上涨5.71% DF榜前三名 第一名是医疗设备公司 PNV下跌9.69% 第二名生物制药公司 CUV下跌8.31% 以及第三名的房地产信息平台 DHG下跌6.37% 传交金额榜前三名 第一名是SYD 新尼机场 传交金额为4.38澳元 第二名是McCurie Group 传交金额为2.41澳元 以及第三名的BHP B和B拓 传交金额为1.91澳元 下面来看杨文苏利 B和B拓13.5亿美元 剥离旗下 MISU三井煤炭业务 80%股权 矿业巨头B和B拓 发布公告称 其已与煤炭 煤矿看态商Standmore 签署协议 向后者出售旗下子公司BHP MISU靠80%的股权 收盘上涨0.75% 目前是36.36澳元 B和B拓以签署协议 出售其在 野金、煤和自企业 三井煤炭80%的股份 Standmore Resources的子公司 Standmore SMC Holdings 同意以高达13.5亿美元的 现金对价 从BHP手中 收购Dampire Call的所有股份 快讯部分 悉尼机场同意 由IFM牵头财团 提出的收购邀约 该包价为每股价值8.75澳元 此次出价使 新尼机场的股权价值 约为236亿澳元 收盘上涨2.79% 目前为8.46澳元 油气看待商 Synix收购 APLNG天然气田 Synix将以8000万澳元 收购澳大利亚太平洋 液化天然气公司 与Synix的Atlas 天然气开发项目 相邻的未开发气田 PL209和PL445 收盘上涨2.24% 目前为4.56澳元 医疗设备公司 Polynovo继续下跌 自上周五宣布 董事总经理 保罗布伦南辞职以来 Polynovo的股价继续下跌 该公司股价上周五下跌 5.4% 周一收盘下跌 9.69%至1.585澳元 酒店预订平台商 Siteminder上市首日 飙升35.57 该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中 筹集了6.27澳元 使Siteminder上市后 市值接近13澳元 Siteminder在澳大利亚 证券交易所上市 报价为每股5.06澳元 收盘上涨35.57%至6.86澳元 香港领会投资 押注悉尼零售业复苏 香港领会投资5.10澳元 押注悉尼中央商务区 零售业的复苏 收购了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The Strand和The Galleries 的一半股权 保险公司Nib收购新西兰同业 KB Insurance Limited 总对价约为4300万澳元 约合4500万新西兰元 此次收购有待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预计将于2022年完成 皮肤病制药商 CUV因薪酬和药物竞争问题下跌 CUV因薪酬分配等内部问题 以及来自日本制药商 研制相同功效药物的竞争问题 被机构下调评级 导致股价下跌8.31%至32.55澳元 以下是今天所有新闻的信息来源 密封财富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家业长青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